中文字幕提供 《瑞瑞盎集》 本集完 最長的一日 10日 很重的一日 在焙灶火啊 在弄烹 我有人说 哎呦 有吗 有吗 这种人喔 就知道怎样 这不是好事 我会跟你说 你說 真恶不错 我跟老人说 你骂人啊 在哪 偏偏站在家 我們在家像鄉公廚 頭前後面 隔壁也是有家 但是後面有一個行動 所以在後面 頭前後面也沒有人站在家 他沒有人 是嗎 小孩 沒有人 他很認真 他這人就先傻傻地 他背起來 睡衣服後就清清 他說可能有一個人的錢票寶寶 他就寶寶 寶寶醉真 如果那時候去達州有一點錢 他就寶寶 他說阿伯 如果真的 你如果去隔壁 你根本就不知道去哪裡 不然我馬上把你送去 一堆都不得了 都不知道 沒辦法就對了 我們就去找找什麼管道 去拜託拜託 但是那些管道都不透明 因為那時候 我們是普通的一個塔子 人 到外面有什麼接受 都不知道那些路線 前面有路線 大家也怕得不敢 不敢幫你幫忙 還不知道 我沒有了解什麼理由 這事情了解人 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不敢說 我沒有辦法說 有經驗的人知道 那一天是有夠長的 那兩個人 你當然 有儘管 那幾個都在家裡 有些木蟻 這件事 沒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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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听到邓輝以国家援手的身份 承担政府所患的过程 并道甚至的歉意 今天我们要更往前踏出一步 我要代表政府向全体援助民族 致上我们最深的牵引 对于过去四百年来 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的待遇 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 不管谁上台 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 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 我们绝不成功放弃十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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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百姓是终不堪弃的 对不对 人是像人 做人 做人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這樣會亂 現在我這個年回來 沒有什麼目的 又不需要什麼 外國要求什麼目的 所以我就這樣 這個事情都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台灣啊 你敢哄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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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